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当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可以顺着这条线索找到张浩的时候 突然发现既信的却不是他本人 今天这位既信的人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们现在欢迎郭旭上场 有请 首先我要跟你确定 这个信的内容是张浩本人写的吗 信绝对没问题是张浩本人写的 他当时怎么跟你说的 当时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问我在干嘛 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还是该工作该怎么怎么着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个忙吧 我说你帮什么忙 然后他说你帮我寄点信 我寄信这事你自己来寄呗 你干啥找我呢 然后他就说我喜欢一个女孩 你帮我把这个信寄出来 我要神秘感 越神秘的话 是不是这个就越有意思 我心里当时这是一个好事 对不对 为什么他寄这封信就没有神秘感 你寄这封信就有神秘感呢 我问我说你为什么不自己亲自来寄 他说他自己来寄的话 在老家的地址会穿包 要一种神秘感呢 就是你当时还告诉我说什么 你千万不要在下面留这个地址 他交代你不要留你的地址 对不要留地址 只要留电话 那我说我到时候寄完了我怎么联系你呢 他也说你不用给我打电话 到时候我自然我就回来了 他说我跟你说 所以每天都要寄一封 也是他要求你按照这个顺序寄的是吗 对对对 而且我当时我也想 因为你当时有一种方式 可以应该是可以把这个信 一下放到快递呢 让他每天按十八 我怕这样不靠谱 毕竟都老好的哥们了 我俩从小一块弹玻璃球 一块扇拍就长大了 好哥们 你这事你办砸的话 感觉有点不对劲 那你寄完这些信的时候 你有没有跟他联系呢 我当时没寄完信 就就被找来了 那你现在能联系上账号吗 我现在当时我就 我知道这个事以后 我就给他打了一电话 结果电话已经空号了 空号还不是关系 空号 根本就没有人接是空号的 那你既然跟他是发小 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找找他 譬如给他家里打电话或者什么 我其实我在初中毕业以后啊 我们就是一块是上学嘛 就是读这个餐饮学校 读完以后 我家里边后来搬了一次家 搬到了辽宁锦州 就不在安山本地待着 学书以后我先到北京 到北京以后 然后我就开始打工 他后来来北京以后 他就自己包了一厨房 包厨房 他说你过来帮忙吧 我们既然是同一个村又近 我只见过他妈妈跟他在一起生活 他大概很小的时候 他爸爸就不在身边 好像是听说是犯了点什么事 就进了监狱了 那你知道他爸爸叫什么名字吗 叫他爸爸的名字好像叫张张张张蜜 那你知道他是在哪里坐牢吗 我们那地方 其实安山也不大 就是地级市 就一个电影 应该是在那 听大人说也是这样 那你现在知道新建的内容 是你的好朋友 给自己定了一个死亡时间 你怎么想 但是这个事我真的不敢肯定 他这个人平常会 非常有伤心 但是不可能随意的 就是开这种玩笑 你帮张号寄这个信 你知道信的内容吗 在寄之前 假如你一个好朋友 来给你让你寄一些东西的话 你也不会拆的 因为这个办法嘛 我以为就是他 是赢到小浪漫的信 我帮着搭一条 我其实也不算搭一条 我就在中间 帮着给递个信 传一个信我而已 没想到是这么吓人的信 对 分享着郭徐的出现 会帮助我们揭开死亡信件的谜团 但听到郭徐在节目现场的 讲述后 我们反而觉得 整个世界越发的复杂和蹊跷 张号的死亡倒计时信件 难道 真的是他想象 王欣表达爱慕之情的情书吗 这究竟是一个恶族剧 还是背后 有刻意隐瞒的真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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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